欢迎收看新闻大追集 我是姚嘉倩 每年到了夏天 正好都是农历鬼门开的时候 在长达这一个月的鬼月里面 家里的长辈总是千叮咛外交代 千万不要到海边玩 不要太晚回家 这个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动 等等等等 这规矩真的是一大堆 而且台湾人又特别相信鬼神之说 认为鬼月就是诸事不宜 究竟在农历七月 这个月当中 有哪些禁忌绝对不要碰呢 又要遵守哪一些规矩 才能够避免招惹厄运上升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 就要请专家来告诉您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风水专家郑雅云 郑老师您好 家倩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命理专家江博乐江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 农历七月一号就是俗称的鬼门开 也就是说这阴间的好兄弟 在这个月放暑假 可以到阳间来玩 所以凡人也就是我们 更需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而且其实小时候 家里的长辈耳蹄面命 在鬼月这禁忌特别多 节目一开始 老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鬼月哪些禁忌绝对不要碰呢 第一个 农历夏天边天气很热 所以很多人会到河边西边细水 海边去玩 年轻人 那你要知道 农历七月不能到危险水域游泳 跟常出车路段是为什么 我从小时候到长大 我跟爸妈说 你平常去收水没问题 你戳起来继续不能收水 为什么 没错 他戳起来都开开门 所以鬼都放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会抓到比较多 抓胶地就很多 另外一点是后来我接触到就是说 因为台湾政府提倡所谓的火葬 所以其实很多的鬼魂被火烧到 被火烧到同时他在夏天会特别热 所以到河边西边海边他会泡水 他已经很痛苦你再泡得很高兴的时候 鬼都抓高兴找你妈妈是很正常的 对 那第二常出车路段 其实当然出车路段 通常在风水上就是一个缓攻煞 对 或是说他可能比较转弯看不到对象的车道 就比较容易出车路 那出车路不会只出一次 就是有1就有2 有2就有3 1而再再3会一直连续的出 这概念是跟那个抓高兴差不多 对跟抓高兴 跟风水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就说那边可能是像一个晦气所在 就那个时常就不太好 对应该是说人死后 他在这个地方死掉之后 人心里问我说 我心里这么厉害 我心里这么厉害 不太厉害可能死掉了 那死掉之后他不愿意 他的这个怨气啊 就会住了在这个地方 那遇到 遇到比较衰的人 比较赔车的人还是怎么样 到这个地方 他就让你赔车忽然 撞烈 可乱跌下去 那很多你想自杀的 你看喔 很多地方的水里跳的自杀 你本来去到那边本来好好的 去到那边莫名叫 我想要死 我想要死 这鬼魂就会驱使魔众 力量 把你砍下去就会死 对 其实江老师讲这个 我有两个要补充的 一个是水域 那我在就是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其实他的那个游泳技术 是非常好的 他其实已经是到了 那个救生员的一个程度 结果是他农历七月的时候 就到了海边水边去玩 那那个是在 就是我们讲 平邻的那个路段 那他那天早上很好玩 他在他的笔记簿上 写了一段话 他说他昨天晚上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其实那个梦 就是已经有隐喻了 事实上就是有所谓的 就是抓交替之说了 然后他就 他那天去玩的时候 他玩得很开心 就没有想到 这时候有一个人 他同学溺水了 结果他就这个 跳下去要救他 就真的发生溺水就是了 真的就把这个同学救了起来 就他就真的 就是整个被漩涡卷走了 那起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都奄奄一息了 那后来呢 其实也很好玩 就是说在我另外一个同学 因为他当天没有去那边玩 结果呢 这个人托梦 就是已经过往的这个人 托梦给我这个同学 然后就跟他讲说 他说他在那里好冷喔 然后呢他很痛苦 然后呢 他的那个景象 就是呢 就一颗 就是在一个石头上 而且就是在 当下他们有照相 没有想到的那颗石头 就是看到那颗石头 而且呢 但是上面没有人 可是他真的坐在上面 就是拍照拍到的 刚好的那颗石头 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当 如果你在前一天晚上 你做了一个做梦 而且梦的是非常奇怪的梦 那我建议你隔天 千万不要出去玩 尤其是农历的七月 对 那么其实长出车祸的路段 包含就是刚刚那个江老师提到 反工萨 那反工萨事实上是在 我们讲最容易出现 就是车祸的一个事故 那我也遇到一个案例 那么那一个在 应该是说那一户人家 在同一个星期里面 就枉生了三个人 而且他真的很年轻的 走大概四十几岁 然后一个是五十几岁 都是出车祸 那另外一只是一条狗狗 结果他们家在 等于说他那个礼拜里面 走了三个人 他就对这个风水很好奇 他认为是说到底是 因为那时候是农历六月 不是七月 他说为什么 其实已经快要到农历七月 他们很担心 就说下一个月 是不是还有可能会有人走 那就请了我去看这个风水 就看完风水之后 那当然因为这个是 就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在离开的时候呢 那我在前面就遇到 一台救护车 那这救护车是沿路撒名子 当然我们一定会避开 这个撒名子的那个路段 对 没有想到那张名子 就卡在我们的车子底下 那天也没发现 没有发现 但是因为当然老师都知道 就是我们当时遇到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到 庙里面去走一下 就是说当下 我们不会先直接 回到服务处去 或者到人多的地方 我们去晋升一下 吸吸手 我们才会回到服务处 那天我们同样的动作都做了 可是从此 从那时候开始 到往后的一个月 其实老师的生意几乎是零 而且在家非常的轻松愉快 气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不晓得 是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呢 我们在就是整修车子的时候 才发现 车子里面呢 卡了一张名字 而且就卡了一个多月 后来把它拿走以后就没事了 所以真的还是要宁可信其勇 就对了 真的不要剃气 其实我们常会听到 像刚刚老师讲这些什么 就是到海水浴场玩 然后抓高铁 像这样的一些故事 今天瑞德其实有一些 像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我关闭了13年 这个沙伦海水浴场 也是大家也是说 不要再去玩 不要再去玩 结果还是有学生去 没有错 就真的又溺斃了 淡水沙伦海水浴场 我年轻的时候 大概三十几年轻 我们常去 我带女朋友常常会跑去那边 然后那个地方叫做淡海 可是你要知道 会开海水浴场 一定有原因 它是沙滩 可是既然会开海水浴场 又这么好 这么多人来 为什么要关 一定也有原因 所以沙伦海水浴场 已经关闭了十几年 其实这十几年来 一直没有中断过溺斃的事件 只是它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这一次一口气 竟然有五位小朋友溺斃 所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特别强调 各位从台北的沙伦 然后桃园 苗栗 这些年来 废弃的海水浴场 不断的发生意外 也就是表示这个地方 之所以废弃 就是因为会发生这些意外 然后其实 那个沙伦海水浴场 它门都已经封起来了 你偏要从别的地方进去 那个就变成人家说 好像在抓高铁找死一样 小朋友 通常小朋友 比较不会注意这些事情 要非常小心 刚刚讲到说危险的水域 台湾最危险的水域 在新北市的三峡大暴溪 还没有暑假开始 就已经淹死人了 每年一定要淹死很多人 然后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台湾自杀 跳水自杀最多的地方 不是在壁潭 现在壁潭弄得很漂亮了 以前常常听到 到壁潭去跳水自杀 其实台湾地区 跳水自杀最多的地方 是嘉义的蓝潭 蓝潭 对 嘉义的蓝潭非常非常多 我是嘉义人啊 那个地方有人一种传说是因为 如果你常有去跳水的话 要高铁 死者他冤魂 他要想办法投胎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媒体报道了以后 会有一些人有仿效的效果 可是一直到现在 已经至少我们知道 媒体有报道过了 统计数字就超过七八十位了 那么更早以前 是不是没有报道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要很小心 还有长出车祸路段 明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双湖山 湘湖 双湖气的湖 双湖山 双湖山有一棵杀人树 每一次骑机车的人 都会在那个地方撞死 我太太的亲人 有一位就是在那个地方 也是机车撞那个树撞死的 因为撞死的几率太高了 所以后来怎么处理呢 后来被迫 因为他那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转弯跟急下坡 所以一定跟他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那一而在双湖山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会害怕 而且他总共有三棵树 另外两棵 他们是紧淋在附近 另外两棵都没有撞死过 就是这一棵 都每次都是这一棵 对 叫杀人树 后来地方政府怎么办呢 就采取一个结弯取直 就把它想办法结弯取直 然后把它填得比较平一点 不会有这么突然间抖下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就立刻把树砍掉 三棵都砍掉 说也奇怪 砍掉到现在没有再发生意外 当地没有再发生意外 所以当地的树跟当地的地形 也就造成了 为什么会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原因 其实说到这个树 大家对于这个树很多 都有那种神秘的传说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手版当中 列出当中一项 江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不要随便靠着墙或大树 为什么树总是会让人家 跟阴这个智行扯上边 这边提到并不是所有的树 就是说尤其是龙树 龙树 为什么你知道 古代我们古代是我们都静产的 静产就要在农户做完产后 要比那个树上更困难 或是要阿嬷点下棋 或是泡个茶的时候 最喜欢在龙树下面 因为龙树最茂密 但是我们人死了很贵 死了之后当鬼 那鬼魂它会存活在阳间的习性 所以这个时候 他生前可能在这个大树上面 下棋休息 他时候当鬼 所以他的灵魂还附在那个树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地方 它只要有大树的地方 你要把阳光把它修剪 就是把树修剪好 让光线进来 那刚才提到说 为什么不要靠墙 其实这个应该讲说 我们以前人说一个就是说 就是木拼鬼 那鬼魂 木拼鬼意思是说 鬼它并不是都已经靠着墙壁走 是因为什么 其实鬼跟人在同样的空间 活动的时候 像我们有时候会撞到鬼 为什么 就是说你从这边走过来 他从这边走过来 转角的地方可能有小肚 小肚因为鬼是一个无形的力量 所以你可能会稍微晃一下 就是要撞到鬼 所以鬼魂它会靠近旁边走的意思也是说 它避免跟阳间来 产生一个碰撞的情况 避免阴阳两边碰撞在一起就对了 好 刚刚老师说的这些鬼月禁忌 你千万要遵守 但是其实不止在鬼月 平常的时候 我们也会常常听到 有人碰到的灵异事件 听起来真的是毛毛的 休息一下我们就要继续告诉您 到底哪一些命格的人 比较容易和好兄弟有敌